一年一度的618又要到了 到底要买什么才比较划算呢 分享我个人的一点小看法 我觉得除了那些必同的日用品之外 可以适当的买一些 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 大牌护肤品以及彩妆 因为力度确实很大 有的产品甚至会出现买正妆 然后送同等份量的小量这种情况 相当于是一个满意送一的操作 今天咱们就不准那些数据题 不搞那些满简 我就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日常非常爱用 然后在618会回购的一些 大牌彩妆以及护肤 有需要的姐妹们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就先从护肤开始说起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 Cicely大名鼎鼎的全能乳液 它上脸是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 你会觉得皮肤是真的有被滋润进去了 很保湿 尤其是你皮肤敏感 容易泛红的时候用一下它 之后皮肤状态真的会好很多 就像给皮肤吃了一颗定心丸的感觉 算起来你会觉得脸会变软 然后会变得更加细腻 所以我觉得它除了基本的保湿之外呢 应该是有一定的修复作用的 现在天气热了以后 我用它的量也变得特别省 一次基本上只要用半泵就可以了 所以这瓶应该能用挺久的 如果你想买一个大牌的乳液试试 预算又够的话 我觉得在活动的时候 还是可以充一下的 然后是这个Fresh的黑罐红茶面膜 它是一个睡眠面膜 也是疯很大的网红产品了 但是呢确实也是非常好用的 质地呢就很像慕斯 在脸上真的蛮好推开的 它上脸之后过一段时间会变得透明 睡前涂它第二天起床 是肉眼可见的能看到你的皮肤 就是饱满变亮的感觉 我有时候呢也会把它用作急救面膜 就是皮肤状态特别不好 但是又要化妆 那就把它厚敷个半个小时 然后再洗掉 之后一整天皮肤的状态 真的都蛮好的 是那种真的能够看到效果的好面膜 然后是这个海兰之谜的精脆水 新版的我还没有用过 但这个旧版的我是真的很爱 真的回过太多次了 然后一直是用衣臀衣的状态 作为一个水来说 它的质地呢是真的还蛮粘稠的其实 但是上脸真的很好吸收 轻拍几下你会感觉 它很快就会被皮肤给吃进去 有时候觉得皮肤特别缺水 特别干的时候 我会用它来做一个湿敷 咱们就是偶尔也要奢侈一下 我特别喜欢用它来搭配全能乳 它俩搭在一起呢 也是一个特别舒适的肤感 不用担心皮肤会有那种 泛红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接下来有一定抗老需求的姐妹可以看过来 是这个娇兰的玉婷兰花面霜 之前关于抗老这方面 我真的好像推荐过太多次兰蔻的精纯面霜了 真的有点说腻了 那这次就换一个近期比较爱用的 娇兰的玉婷兰花面霜 我用的这个呢是经典型的 因为我是一个会油皮嘛 所以我用面霜就总是会胆战心惊 担心会起闭口痘痘什么的 但是用它虽然是很滋润的 但是真的不会长痘 同时也不会觉得脸闷 它的质体真的非常的细腻丝滑 像绸缎一样 有时候知道自己要熬夜的晚上呢 我就会用它 第二天起来脸上看不出太多的皮态 会有一种一夜回春的感觉 那这个呢就是比较推荐给那些有一定抗老需求的姐妹 接下来呢就是彩妆的部分 首先呢就是这个阿玛尼的黑钥匙防晒乳 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隔离 那这个产品它在互联网上并没有很火 我还是有一点小惊讶的 因为它给我的感觉就真的很像橘子面霜 但同时它又有SPF50PA4个家的防晒指数 就很像你把橘子面霜加防晒霜 混合在一起涂上脸的偷懒板 我个人感觉它真的有一点甜品毛孔的效果 而且很轻薄上脸呢完全不会搓泥 也不会油腻过一会儿呢又变得很干爽 或许再上粉底呢完全没有影响 甚至粉底的妆效都会变得很服贴 想买防晒或者隔离的姐妹可以试试看这个 真的很不擦 接下来是这支Kucci的208 从它被我用成这样 我依然舍不得人就可以看出 我是真的很爱这个颜色了 我一个深唇用它也不用打底 就可以涂出很温柔的这种蜜桃性色 而且它上嘴是有一种雾感的 真的非常显白 我觉得它上嘴就是很显气色很甜美 不像网上说的那么荧光啊 反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颜色的 很适合春夏 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膏体 真的有一点太软了 很容易受伤 姐妹们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要像我这么初心大意的哈 接下来是一个眼影盘TF的31号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级 有气质的粉棕色的盘 你看它几个颜色其实是有点发挥的 所以它真的非常消肿 粉质呢也很细腻也很好推开 就是画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手法 不要下手太重就不会画脏了 我觉得这盘是黄皮跟白皮 都可以画的好看的一盘 又温柔又优雅的感觉 就是说真的非常适合咱们这个年纪哈 最后呢是这个香奈儿的一个高光棒 我之前一直觉得它很不好用 后来有一天突然就开悟了 一下子就get到它的美妙之处 我觉得它这种水光感 是那种很平价的高光 没有办法代替的 因为它这种水光感 它不是油润的 它是很轻盈的 但是它摸起来呢还是会有点黏 所以你上脸的时候 不要用手指直接涂 会带走底妆 最好用海绵去沾 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水光感 会显得妆容很通透 好啦今天呢就是一期 纯纯的种草视频 618想买一些大牌护肤品 但是还没有方向的姐妹们呢 就可以参考一下啦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